大家好,多可 这些年来建房子,对于窗户防水的做法,我们一直都在改进 今天我把我们最新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做法简单,成本低,而且防水效果还好 先看一下我们早期施工的几种防水做法 第一种,房子做完TIVAC防水布以后 窗户的四周用TIVAC FlexWrap进行包裹 窗子安装完毕以后,在窗子的周围贴上胶带 空隙打满发泡胶 在砌砖的时候,在窗户的上口再做一层防水 并做出倒水口 这种做法防水管用 但是窗户脚用TIVAC FlexWrap需要很费力的才能贴上 一不小心自己就粘到一块了 而且这东西它有弹性 你安装完以后,它还很容易自己给收缩回去 一大坨很难看 而且还有可能会影响外墙施工 第二种就是用蓝色的Blue Skin 最近两年比较流行 在窗子四周贴蓝色的Blue Skin Memorance 在贴之前,木头和木板上要提前刷上界面剂 要不然粘不牢 而且冬天它年性比较弱 在窗子的四周用蝴蝶结的方式进行防水 等窗子安装完毕以后 在窗子的周围从下往上贴胶带 内部打发泡胶 做外墙的时候 在窗子的上口 就是那个胶铁那个位置 再做上一层防水 并做出倒水口 这种做法的优点是 它能把木结构包裹得很扎实 但是缺点在于 一工序复杂 二费钱 三费工 而且呢 窗子的外脚 蝴蝶结部分 很容易自己张开 第三种 就是采用Corner Guard加Flashing Tape 在房子安装完House Wrap以后 用加拿大产的塑料护脚 固定在窗子的底部 然后呢 用窗户胶带把底部呢 整体给粘牢 不同于以往的做法 这个胶带很粘 它不需要在这个木头或者木板上 涂刷任何的接面剂 粘贴也很容易 边角的处理比较全面 缺点在于 一 这个塑料护脚太长了 会长出一截 给后期施工带来一些问题 另外呢 就是这个胶带 像编织带涂了一层胶 它不是软性的 第四种 也就是我们现在采用的 在窗户安装之前 我们呢 先给房子贴上一层 Tyvac就是 Weather Barrier 接下来 把房子的四个边 用Tyvac呢 给包裹好 然后 再用美国产的 Corner Guard 在底下两个脚呢 进行安装 安装完了以后 再贴上 白色的 Blue Skin Lession 把Corner Guard 贴得 严丝合缝 这种胶带呢 是门窗专用的 窗户安装好了以后 四周从下往上贴胶带 贴完了 再打满发泡胶 等做外墙的时候 在窗户的上口的脚铁上 再做好防水和倒水 对比蓝色的Blue Skin Membrane 白色的这种呢 施工比较方便 而且比较薄 不容易自己粘在一起 而且呢 也不需要刷界面剂 边角的防水呢 通过这个Corner Guard呢 可以处理的比较到位 即便是天气寒冷 这个胶带的粘接能力 也很强 天气热了 它的粘接效果呢 更好 整体下来 成本上是蓝色Blue Skin的 30%到40%左右 如果资金充足 要达到最好的效果 窗子的四周呢 也可以用这种材料 从下往上 把它给贴一圈 这么一波操作下来 即便防着不做外墙 也不怕刮风下雨了 网上有很多的视频 这个胎外科在这儿呢 不裹上去 而是呢 把这个防水啊 这个把这个胎外科 切开以后 然后呢 把这个flashing给装上 我个人并不建议这种做法 因为呢 这种做法很容易 把这个 一个完整的 一个house wrap呢 把它给破坏掉 这样的话 它的器皿性 会相对来讲差一些 而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把这个house wrap 四边全部给 这个包起来 包起来以后呢 等室内在做 vipor barrier的时候 就是室内的这个防潮布 然后呢 给它整体的贴在一起 这样的话 内墙和外墙 就可以做成一个 完整的一个密封 在这里需要提一下 蓝色的 Blue Skin Memorance 比较适合 混凝土和木结构 交界的防水 尤其是 泡尺的部位 在混凝土和木结构上 刷上界面剂 然后再贴上 这种防水材料 可以有效避免 水泥平台和木结构 结构呢 漏水问题 感谢大家 收看本期的视频 希望对你有帮助 咱们下期见 拜拜